各位評審大家好 我們這次的專題製作主題是有關於穿播方形安全 我們這組所討論的結果是為穿播配置安全性能 這個安全性能的概念是來自於陸地上的汽車的安全性能 若發生碰撞時會自動彈出並保護駕駛 所以我們在想是不是能夠把汽車的安全性能的構想套用在船上 減少船隻無法避免碰撞時所造成的傷害 首先我們先製作了兩艘船模 這艘船模是按照了船圖比例下去製作 所以過程比較繁雜 這招是沒有按照船圖比例製作 所以過程比較簡單快速 再來我們先來介紹安全氣囊的製作過程 首先先以小鋼瓶填充CO2壓縮空氣 來當作安全氣囊充氣時的來源 並安裝管路 當碰撞將發生時 將小鋼瓶上的閥門轉動 即可開啟前方兩旋的安全氣囊充氣 假設現在船隻已經無法避免碰撞的危機時 我們可以開始走動小鋼瓶上的閥門 氣體經由管路前方兩旋 模擬安全氣囊迅速的張開 當安全氣囊張開以後 可以減少船隻碰撞或所造成的損傷程度 由於這個是模擬的船舶 所以我們使用的材料比較簡單 是用一般的氣球來代替 作為安全氣囊 如果能運用在實際的船舶上的話 我們希望能採取強化的橡皮材料 來當作安全氣囊的主要來源 以增強安全氣囊的強度 增加防碰的效果 接在往畢 謝謝